还是努力的去把它完成 我们可能就下个人就拿出更好的作品 来面对观众 观众带来开心快乐 要我们共同努力 迎接没有的明天加油 老叔啊 我问你自己啊 好事呗 我又给你介绍个对象 条件呢老好了 在滨县县开个大旅馆 我跟你说老朱啊 这回你可把握住 穿啥呀 穿上去 穿上去 你干啥 你把你那西湖套外头 再整个小领节 再弄肃花 我看这老招是欣赏了啊 我跟你说老朱啊 这回要你到那没外人的时候 你放开点 别老狗求的还免钱行的 听没有 还有啥不好意思的 你也不是头一回的 好好导致导致 对 咱俩呀 宾馆集合啊 好 宾馆见 好嘞 哎呀 好 刚才下那老娘子是我媳妇 昨天晚上跟我抄了两劲 说要找个比我强的 当时我心闹笑的 这我一听这不是的 这闹笑现在开始扣眼珠子了 这不是约好了吗 我跟宾馆见面集合 我赶紧去 我看着跟我怎么解 是是是 哎呀我这个人啊 过去受过苦 现在真降服 这硬邦邦的身子骨 我今年五十五 谁说气的骨 翻页你不会说话 老梁大哥 你看妹子接着答的你 带劲吗 你要是没结婚的话 有没有想我娶我 娶我为妻 我都后悔了 我结婚早来 哎呀我跟你说老梁大哥 你咋心事都晚了 接着吧四姐 给我介绍一个比女好的 马上到位 你要真有内心 你排队 你妈呀 要到点上 我都准备准备 喂 这是冰县的旅馆吗 是啊你住店呢 不住 看看 看吧 咱这大中小房间啥都有 条件卡的 条件挺好的 啊 你开一点吧 不开 不开你来干啥呢 不开我 我来干 我来 有事呗 我来干 有啥事啊 这涉及到我下半生幸福的事情 找媳妇 找媳妇 你妈呀 这是不是四姐给我接着人来了 哈哈 没到点 我先问你 大哥 嗯 是不是四姐 他总来说 他总来 咱姐俩出可好了 那就对了 他说也不是同一次的 哈哈 哈哈 很好 大哥 坐着吧 嗯 坐 吃点水果啥对不 坐着啊 嗯 吃 你有冰块儿没 紧张啊 大哥这么冷的天吃凉的不好吧 不是我心热呀 四姐来呢 没来呢 我看着呢 你这是紧张了 是不 这事你没弹上 你弹上 你弹上你都得嘚嘚 按理说的 你也是过来的人 不用那么紧张 你就放松就行了 你买一笔说 我的心也不疼不疼 大哥 你是做啥工作人 我呀 卖花的 卖花 嗯 你买没挺挣钱吧 挣钱啥用啊 媳妇跑了 媳妇跑了 跟一个比我有能力跑了 大哥跑一跑吧 这样的女人你说有啥可留的 不有那么句话吗 叫就得不去 你不来嘛 啥心 像我这样能整个二手就不错了 大哥你这话你就不爱听了 你不了解情况别乱说 我虽然五十多岁 但是我可是嘎嘎心 我这些年嘛 就是一心都铺在这宾馆上了 所以个人的事吧 这都耽误了 反正我这一堆一块都给它摆着呢 这宾馆是我个人的 就按理说 就我这条件 咱说在这里找个小伙 那是轻飘飘 那那就前两块吧 他们给我接了好几个 因为他们都可愿意了 反正我没同意 我行是吧 还少个搬到搬去的 然后呢 好好过日子 踏实的 这你说那个 有人吗 有人有人 住店呢 我问一下 这是宾县旅馆吗 是是是 住店 不住 不住 你俩干啥来了 有点事 有事说吧 你快说 你那边有人等我们呀 我这件事 是关系到我下辈子幸福的事 幸福的事 找个媳妇 找个媳妇 谁让你来的 自己 四姐 四姐 你妈呀 你说我这么多年的无人问起 你今天四姐一下就给我接了脸 哈哈 你妈呀 四姐给我折了他 那个 魏老 我问一下 谁是这是老板娘呢 我啊 是啊 嗯 嗯 那四姐来吗呢 啊 四姐马上就到 哎呀对了 你你先坐会儿 我给你沉沉水去啊 坐 啊 啊 啊 那玩意长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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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姐 十毛的是什么你 啊 男显高 女显瘦 狗穿衣服 人肉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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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闹叫啊 你闹啥你 你给差不少回去吧 啊 啊 这玩意别扯扯蛋我告诉你 跟我抢女人 撑亏的永远是你 我告诉你 啥 啥玩意 你说啥呀你跑来的 你说啥呀 啥意思啊 我给我找懵了 别跟我抢抢女人听什么 啊 大哥你这么说话不对啊 是吧 我得 我得 我得说那两句 啊 一家有女儿百家求 是不是 爱情面前人人平等 你可以竞争 但是你怎么就怎么 谁规定就是你的女人 以前四姐给我机会 我没把握住 这一次 我绝对不能辜负四姐 对我的一片真情 是吧 一片情意 我必须我得好好表现 站出来 再也不能对爱情 就对自己不负责任 是吧 你也不用像我 竞争呗 那你要这么说话呢 那我就得揍你了 来呗 是吧 爱情不是讲究决斗的吗 来 动手来 坐吧 来 跟我拳你了是吧 来呀 我告诉你啊 我跟你说啊 你俩可不能这动手啊 你这啥事啊 你这 当你瞳瞳那 你这死样子中了 你别这样 你们干啥来了 你这干啥呢 动物世界啊 谁赢了这家伙就得跟谁 那女人当傻呢 你这 要动手 动手 我不怕你 你既然来了 就公平竞争 你比一比啥综合素质 我提什么综合素质啊 大妹子 我跟你说 当时我没来之前吧 我信我对手 多么的强大 我一看一来到一看是个这么玩意 当时我自信心马上就爆棚 现在一看 你还爆棚 你这爆炸的把你绷着 老妹子我跟你说 我老猪前半生 这就太 对爱情这方面 多亏了四姐 我必须 我得站出来 将爱情进行到底 三分靠足定 七分靠打拼 我爱你 我爱你 心爱的姑娘 看见你心就慌张 多么痛的礼物 不是我的全都 那我弹着她 跟着一起来 妹妹对面唱的一个 全天地和 我爱你 你是我的主力 干啥念 清可赛呀 你不要 这财产是有啥用啊 这有这功夫 你们说一说自己有啥 有是啥的 这唱唱唱啥呀 妹子 妹子 我的优势 就是跟着我 我让女人有安全感 是吧 比如说你在大街上 像小偷把链子 吵吵吵吵 别人都撵 我一个筋斗云 我就上 你是猴子呀 你 我让你看我实力 你看这 哎呀我的肌炎 你碰到这种情况 你知道吗 这种情况 像这种情况 我根本碰不上 那万一碰上咋办呢 因为啥 我不让我的女人带链子 对不对 那你的女人 要是就带链子 你怎么办呢 她要是带链子了 让小偷给捋走了 我直接不打110 你看她们没有 无能的表现 那谁不能打呀 哎呀 中国是讲法治的 啥法治 你现在没能的就完事了 你要没有这两项 别竞争 你有什么能的 你有什么能的 别别别别别别别 你别这样 你是有点能的 但是她那个做法 也不是不对的 你知道不 你这么消停了 你咱们醉了 好行不 方才吧 这轮吧 基本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我总觉得吧 你们对女人 还是不是很了解 其实女人 最在意男人是啥 人品 人品 他能跟我 他有能配吗 他跟我能比了吗 你上我屯去 打在哪去 我这出了名的刘大善人 外号刘大善 可以这么说 就我们屯 那流浪猫 全是我给我给养的 我们屯的那流浪狗 一到饭点 就上我家门口 蹲着等 那你是让狗盯了呢 那你肯定 那你肯定是拿点东西来 要也能那么叮咛了 我告诉你啊 就我我家 我我养的流浪猫 一天我齐个爹 把我晚上能吃我 他想吃啥 我给做啥 那我跟他比不了 妹子 我跟那狗 愿意吃啥 我直接扔钱 上超市自己买 但妹子 我跟你说啊 就我我养的流浪猫 我后来跟狗都结婚了 现在 哎 哎 是不发想 是不发想 你吹没边呢 得得得得 没跟你结婚呢 您俩 您俩说的越说越玄 真的爱心 是不是有点过分的呢 谁让我 得了 你这么对吧 我给你俩出一道题 就是 你妈和你媳妇 同时掉水里了 先救谁 回答完这问题 我就知道你们人平常 那还用问呢 我妈和我媳妇 要去掉水里 我必须我跳下去 我把我妈救了 因为我妈养我一回不容易 完了我在跳河 跟我媳妇通过一句 挺感动人 那你呢 我谁都不救 我直接跳河里 一网打尽 那你妈养你这么大不永命 你应该救他呀 那不对 我是既舍不得亲人 也舍不得爱人 我跳进去呢 我们啥到那边 还是一家人 这懂 你这么说你也挺孝心 就把我妈救活了 我跟我媳妇到那边 你说生完孩子 你没人看吗 都啥时候你还想到谁 给你看孩子 你真有意思 行了 现在吧 到这程度的基本结果 我也有数了 这么点 最后 你们俩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然后谈一谈 对爱情理解和期望 行不 大妹子 我对爱情的理解和期望 倒是没啥 但是我这前半生啊 竟跟猪仔一块过来 啊 我养猪的 啊 我就看着那猪一窝一窝的往出生 我多希望我身边能有个女的 你理解那种心情吗 太孤独了 我单身这么多年 我太理解了 说的就是 是 我对 老朱 老朱 四姐 咋样呢 四姐你这才来你上哪去了 咋样呢 你等啥事 这是等的 咋去了 要多个人人家 你看看去 一马呀 你我我跟着你管哪去了你 你干啥来了 我干啥了 我过来我提前我帮你把瓦锅 有你啥事你管啥锅呢 你说出来 你老闹笑 你真要找人啊你啊 啊 咋的了 你说我怎么说你好呢 你说你这眼睛 说吧 我想说你几句话 人生就像一场戏 因为有缘宅才相聚 相浮到老不容易 半路不要扯别的 要 要找你找一个好样的 我没想想你干一个养醋味 我什么 你这个熊样你吃醋了 是姐 谁这是 我们家你姐夫 尿糟的 那不吃醋了吗 你妈呀 姐夫啊 哎呀 你这扯不扯 我心你一下子 我贴上了养 你妈呀误会了 你个想的可美国老头 还能给你接受啊 谁是我老头 知道不 啊 这猪是给他扔的 这猪给他扔的 哎老猪给他接受的 啊 走吧咱俩回家 没有咱俩事呢 那我得说 大妹妹 这老猪还行啊这人呢 快走快走 但是你老猪你放开啊 哎 咱回家呢没有咱俩 放开 你是哪啊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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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对不起啊 我误会了 是是是 哎呀 谢谢姐夫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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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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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湘中的 其实我找到湘中里了 他咋还多骂一腿 那走 我先上两家朱镜看看 这边那三个男嘉宾